中国63公斤级一哥即将诞生。 魏锐、邓泽琪谁能取胜? 邱建良、邱熙。 据悉,勇士的荣耀32将在7月7日震撼开打,其中当晚的压轴比赛就是魏锐和邓泽琪的63公斤级狗金腰带之战。 两位拳手通过之前的淘汰赛最终晋级决赛,决赛中魏锐和邓泽琪谁能取胜? 谁就将获得过63公斤级首条金腰带? 相信这至高无上的荣誉一定会让两位拳手全力以赴的。 众所周知,魏锐是首位在日本夺得K1金腰带的中国拳手,实力不必多说。 而邓泽琪成名已久,记得当时他是在美国击败了闪电勒德斯拉,一战成名。 可以说,魏锐和邓泽琪在国内63公斤级中,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都称得上是最顶尖的两位拳手。 因此,魏锐和邓泽琪的金腰带之战,也被全迷们誉为中国63公斤级一哥之争。 那么,魏锐和邓泽琪的这场比赛,谁获胜的可能性更大呢? 众所周知,魏锐和邓泽琪有过一次交手,记得当时两人是在武林锋63公斤级世界功夫王者之战的决赛中相遇的。 当时的比赛结果是魏锐战胜邓泽琪。 但是,魏锐曾赋于乐德斯拉,而邓泽琪却曾战胜过乐德斯拉。 所以说两人的实力还是在伯仲之间的,到底谁能取胜?还要看临场发挥。 如今,两人又会失决战,是金腰带之争,是复仇之战,同时也是中国63公斤级一哥之战,可谓是看点十足。 虽然,这是一场看点十足的比赛,但是却有一人表示很矛盾很揪心。他就是中国搏击名将,自由搏击雨量及世界第一邱建良。 大家都知道,邓建良和魏锐,邓泽琪师出同门,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在一起训练一起备战,如今两位同门兄弟却要内战,也难怪邓建良表示很揪心。 昨日,邓建良通过自己的社交账号发表了自己对这场比赛的感受,两位好兄弟要展开金腰带争夺战,揪心。 对于邓建良的动态,郭晨东在评论区留言写道,没办法,谁叫他们俩兄弟水平都这么高还是一个级别的。 对此,有拳迷留言道,不敢看,谁说心里都难过,确实,可能很多拳迷对于这场比赛的感受都是如此。 但是,真的是没有办法,这就是竞技体力,这就是比赛。 老话说得好,文武第一武武第二,既然两人会是决赛擂台,那么就必须决出个胜负。只有这样才是对对方的最大尊重。 最后,对于魏锐和邓泽奇的这场内战你是什么感受?再有就是,你更看好谁?欢迎留言讨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